大家好,我們是同市長樂團 同市長樂團曾經邁入第18年 18年幾乎每一年都跟春娜有關 18年來我們也發行了10張專輯 每一張專輯的歌都曾經在春娜發表過 那我們的春娜的創辦人基米 也曾經跟阿吉是股東關係 所以每一次基米很辛苦的舉辦春天吶喊 我們都是力挺到底 經過我們討論的結果 我們要推薦我們的專輯當中 非常適合春天吶喊的感覺的一首歌 叫做三地最全 為什麼 為什麼啊 因為三地最全呢 就是Party的歌啊 顧名思義呢 我們寫這首歌是寫說 我們請原創者來解釋 聽不太到 為什麼三地最全適合春娜 因為他敘述一個喝酒的歌 很happy的歌 就是 聽到這首歌你就會想乾杯 想喝酒 很適合這邊的感覺 然後 至於細節的話 當然是自己去YouTube看 我們拍的那個一鏡到底的MV 這幾年的春娜我想 就像墾丁大街一樣 變得蠻多的 而且 很多的國外樂團 越來越踴躍的參加 然後 只有台灣的歌迷 沒有很踴躍的參加 因為外面誘惑太多了 我覺得真的會來春娜的 就是比較 真的喜歡音樂的 而不是來這邊看 看泡泡沫之類的 泡泡 趴 不要以為說 隨便露個奶 然後騙個讚 其實 春天吶喊是 墾丁 應該也算是台灣 首創的音樂季 所以他在墾丁的 這個音樂節裡頭 算是非常佔有重要的地位 我曾經奉勸 Jimmy 是不是要改時間 或換地方 但是他有他的堅持 那我想 他的堅持有他的道理 所以希望 喜歡 在地的 真正的 全世界的獨立音樂的朋友 應該要踴躍的支持春娜 如果說沒有來過春娜的 不要說你組過團 對